Hello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Ruby》第二季这部动画 上季结束 虽然主角们阻止了罗曼跟白鸭的计划 小黑却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肯定还有问题 为此烦恼不已 其他人为了替他烦忧解闷 就瞒着学校里的大人 偷偷开始深入调查敌人的阴谋 露比跟小雪 去查询玄尼曾经公司相关的备想记录 露比也巧遇消失一段时间的潘妮 就问他上次港口的事情结束后 人怎么就不见踪影了 也意外得知 拥有灵气的机器人 因为制造者希望隐瞒他的身份 才派人带走他的 杨则是去找朋友 询问最近王国内 有没有奇怪的事情 知不知道罗曼想干嘛 却没得到杀有用的情报 而小黑去找孙帮忙 棍进白鸭的新人招募会打探消息 也运气好发现罗曼就在这 并得知他们抢了亚特拉斯王国的 新型战斗机器人 打算用来攻击王国之类的 目前已经在王国东南部进行计划了 这时 罗曼竟然认出小黑的身份 两人只好破坏灯光破窗逃走 呼叫其他人来支援 罗曼则开着机器人 一路追过来不断攻击他们 幸好其他人都在附近 一下就赶来帮忙 同心协力 破坏掉机器人 可当要抓住罗曼时 他的手下尼奥 就跳出来用幻影诱骗主角们的攻击 顺利将罗曼就走 另一边 这一连串邪恶计划的主使者 是名叫辛德的坏人 他带两名手下 埃莫跟莫丘 到处隐秘行动 罗曼就是被他们威胁帮忙的棋子之一 总统辛德不知道在计划什么 但手下们卫装成 来参加维特捷的其他学校学生 混入烽火学院里 还对部分学生进行战力调查 感觉就是要做很坏坏的事情 同时 奥兹平的好友 亚特拉斯王国的詹姆斯将军 带着大量军队来参加维特捷 这就让奥兹平不是很开心 民众看到会很紧张耶 几天后 学校举办舞会 让大家放松一下 路比就刚好看见 外头有个神秘人 鬼鬼祟祟的样子 便一路追上去 而这个神秘人 就是辛德 他偷偷入侵学校的系统 连通讯塔 将木马城市惯了进去 追来了路比 就让辛德打了起来 两三回合后 詹姆斯将军刚好过来这里 让路比瞬间分心 辛德就趁机逃走了 事后奥兹平等人 把路比找来问话找线索 格林达就推测出 神秘人是辛德这件事 奥兹平也担心 接下来会发生很不好的事 路比为了帮忙 就假装说有听到辛德讲 他们在王国东南方行动之类的 詹姆斯将军认为 应该直接派大军镇压 可奥兹平觉得 如果这只是一个 大计划中的一小部分 就不能打草惊蛇 应该先派侦察部队去 所以奥兹平举行实习课 让学生们和专业猎人组队 去王国各地执行不同任务 主角们就开心地选择 到东南方下面路受的任务 白天工作 晚上偷偷去调查 但这任务难度高 只准二年级以上学生加入 奥兹平就跳出来说 从之前的种种情况来看 怀疑他们知道些什么 但不会多问 与其让他们偷偷去调查遇到危险 不如允许他们接受任务 去当侦察兵 这样能派个强翼猎人一同前往 不仅降低危险性 还能顺便教学 一举数得 那这次搭配给他们的职业猎人 是学校的历史老师 擅长调查 侦察等任务 一群人就咻咻来到东南方的荒废城市 这里是大片原始森林 洞序和山脉 维尔王国曾经扩张到这里 最后却被陆兽占据 王国只能封锁着区域 至于如何寻找敌人 老师打算跟踪陆兽 因为陆兽会被负能量吸引 像是提到小拇指的愤怒 看到情侣的嫉妒 现在单身的孤独等等 很可能是敌人在散发这些负能量 才把一些陆兽引到这的 总之一番调查后 路比就刚好遇到白牙的巡逻队 偷膜跟踪对方 找到敌人的基地 打算回去找志愿时 地面却突然破洞 派他喷掉武器摔下去 被白牙的人发现 也因为宇宙博战太废了 一下就被抓到罗曼面前 同时 发现路比不见的众人 一路走到大洞前 老师也灵光一闪想到 以前这里的居民为了躲避路兽 在地下洞穴建了一个地下城 还有四通发达 能连接到王国内部的地铁通道 敌人可能就躲在里面 于是一群人杀进地下城 也刚好救援到 正在和罗曼PK 边打边逃的路比 那罗曼看秘密基地被发现了 只好提前执行计划 让白牙的人 把所有户装到列车上逃走了 主角一伙也迅速追上车阻止罗曼 并发现每一节车厢里 都撞了一颗炸弹 还在想怎么回事时 车厢就接了连三被分离 碰得产生大爆炸 老师见状马上想通 他们是用爆炸打通地面 让一堆路兽掉下来 要把路兽引进王国里啊 众人就分工合作 拼命往车头冲 阻止敌人 但敌人也不是神油的灯 马上排出大军反击 杨跟尼奥打了起来 掩护其他人先走 可他不是对手 过了几招就被打晕过去 快被杀前一刻 一个戴面具的女人凭空出现 尼奥一看 这家伙感觉超强 没有胜算 便直接放进人逃跑 面具女则使用空间转移离开了 同时 小黑赶到车头 找到躲在这的罗曼 跟他呵呵哈哈 成功击败弄云塔 但处理完这些敌人 时间也没了 列车就蹦地撞上王国的封锁大门 冲进城市内部 大量路兽就沿着隧道跟过来 从洞口疯狂涌出 闻过身的主角们 立刻进行反击 用强大战力尿打他们 发现路兽入侵了其他学生 猎人 也陆续抵达战场作战 詹姆士将军 更是派出他的机械部队帮忙 一群人就同心协力 抵挡不断涌上了路兽 并用神奇魔法 将洞口复原堵上 终于化解危机 加上这次抓到罗曼 可说是大获成功 只是敌人的进攻 也让奥兹平的评价降低 王国议员们就决定 将维特杰的安全活动 全交给詹姆士将军负责 那虽然计划被破坏 可欣德却毫不在意 认为不影响大局 因为他和白牙的高级干部 亚当 早就计划好更邪恶 更残忍的攻击了 看完后我就在想 你会想当猎人到处冒险 还是做个普通人安全生活勒